第261集 与此同时 魔武校门口 刘大力大声道 我真的是方平朋友 我说大哥 让我进去吧 那你让方平来接你 或者跟门卫士打个电话 这点小事 就不用麻烦他了 正说着 已经有一些学生迈步走来 校尉大叔见状道 现在散会了 你可以打电话给方平了 他应该有时间 我 都散会了 我还进去干啥 何况给方平打电话 那家伙喊人揍自己怎么办 有些遗憾 刘大力不再纠缠 转身便走 这次错过了 下次有机会再来吧 可惜了 没能赶上趟 刘大力满是遗憾的离去 却不知方平不知道他来了 要不然更遗憾 这家伙活腻歪了 居然敢送上门 可惜没碰上 如今方平进入四品 缺钱缺的眼红 看到谁都想宰一刀 无辜的秦凤卿都要背锅 刘大力这个确确实实 占过方平便宜的家伙 也就没遇到 遇到了 等死吧 全校大会结束 方平没急着去武道社 不要显得太过迫不及待 好歹给张宇他们留点悲伤的时间 不过 下午 方平就到了武道社 张宇此刻已经换了衣服 之前的狼狈模样 消失不见 论起松度 张宇还是有的 看到方平 张宇笑着微微点头 旁边几人则是有些眼神复杂 没有太过客套 张宇见面便道 你对武道社不太了解 我先简单和你说一下情况 大致让你有个了解 麻烦学长了 没事 武道社 以后就拜托你了 张宇语气微微有些复杂 接着恢复笑意道 魔舞武道社 总共有一正四副 五位社长 现在的四位副社长 分别是秦凤卿 谢磊 陈文龙 梁风华 梁师兄也是副社长 方平微微有些诧异 张宇点头 之前有几位副社长 都是上一届的学生 毕业后都卸任了 梁风华突破到了四品 所以担任了副社长 现在的四位副社长 都是四品镜 而魔舞的四品镜五者 目前加上你我 总共有九人 这么少 方平愣了一下 四位副社长 加上他和张宇 这都六个人了 岂不是说 剩下的只有三人 张宇轻叹道 唉 如今谢磊这一届 只有他一人突破到了四品 你们这一届 也只有你 我们这一届 七个人 其实也不算太少 不过之前要多几个人 可惜上次的地库之行 之前地库一行 魔舞战死了几位四品学员 张宇这一届的就有两个 要不然 亲生刚入学 两位数的四品学员 不算少了 普通五大 像南疆五大这样的学校 王金阳是个特例 很多学校 四品的一个都没 张宇没再多说 继续道 除了几位副社长 武道社还有六大部门 办公室 外事部 内勤部 财务部 纪检部 招生办 等等 方平打断道 招生办 张宇笑道 嗯 招生的事 其实是武道社在负责 学校的导师配合 包括标准的制定 都是由武道社来制定的 交给学校审核 之后招生的事 也由武道社来负责 方平瞠目结舌 招生的事 都下放给武道社了 他记得之前 秦凤卿说过 谢磊跑去忙招生的事了 方平以为是谢磊 配合导师们 忙这个去了 现在想想 是导师 配合武道社忙这个吧 那学校领导 负责什么 仔细想想 学校领导 好像只用负责 变强就够了 当然 大事肯定也是 由学校来决定 武道社虽说 负责制定招生标准 可也得经过 学校同意才行 张宇继续道 周延是外事部的部长 同时 也兼任办公室主任 一旁的周延 一声不吭 听到张宇介绍自己 这才道 我已经大四了 武道社的职位 我会卸任的 方平挑眉 笑道 周学姐何必呢 我出来乍到 你直接就要走人 我马上要去企业实习 恐怕没多少时间 留在我当社 处理这些事情了 周延回了一句 方平轻笑道 那助周学姐顺利 张宇轻叹一声 一朝天子一朝臣 周延身兼数职 和他张宇 疯传关系暧昧 此刻卸任 也不是单纯的 因为置气 总比被方平 踢开要好 方平见他说的坚决 也顺水推舟 直接就开始祝福了 张宇没管这个 又到 办公室负责 武道社内部 包括社团的开设 立场的会议 外事部负责 武道社的外务 譬如一些比赛的安排 切磋的安排 学生交流的安排 以及联系一些 毕业的魔武学生 负责给学生 提供实习的机会 招生办不用我都说 财务部 主要负责 魔武旗下一些 产业的运营 学校其实也有 部门负责 我们主要负责 写管 另外 就是武道社成员的 一些福利发放 纪检部 负责整段 学校风起 包括学校一些 日常巡逻安排 举手问题 都是纪检部的责任 内勤部 说到内勤部 张宇想了想才到 内勤部只是一个称呼 其实更应该称为 地窟事务部 内勤部人员极少 包括我和几位副社长在内 都是内勤部成员 出一些地窟任务 带新人进地窟 你也可以理解为 武道社的武力部门 方平了然 询问道 都是四平五者 也不是 三平高端 就可以申请加入 有时候出一些团队任务 可以组织学校学生强者 集体行动 张宇说吧 微微有些犹豫 不过还是道 武道社的内勤部 社长可以强制成员 参与一些行动 当然 要获得大部分人的同意 方平 你职长武道社 我希望你不要带着大家去送死 方平文言笑道 张学长过滤了 我不是那种人 那样最好 毕竟大家的最终目的 都是为了解决地窟的麻烦 介绍完了武道社的大体构成 张宇带着方平开始上楼巡查 路上遇到一些武道社成员 看到几人 都有些沉默 眼神复杂地看着他们进行交接 等到了社长办公室 方平不得不感慨一声 财大气粗 说是办公室 可办公室大的有些出乎预料 办公区 会客区 卧室 练工房 卫生间 应有尽有 而且地方也都极大 张宇显然也经常住在这边 生活用品应有尽有 办公室收拾得很干净 看周延一脸不舍的样子 方平怀疑可能就是这女人帮着收拾的 张宇一个大男人又是舞者 哪有那么多闲工夫收拾这些 在办公室简单看了一圈 张宇继续带着方平在武道社转悠 武道社很大很大 这里不是单独的一栋楼 而是一整个建筑群 包括多个擂台区 练工区 办公区等等 光是转一圈过来 就花了方平不少时间 严格说起来 他的平原社办公地点 也属于武道社的地盘 看完了这些东西 周延又交给了方平几份文件 很简单的文件 总共有三份 第一份 武道社成员名单 如今武道社一共有成员215人 算上方平和张宇在内 四品镜的9人 三品镜的 目前只有51人 剩下的都是二品镜 巅峰时期 武道社三品学员过百 第二份 武道社财务报表 五千万的现金余款 丹药若干 兵器若干 外加五千学分 第三份 老社员名单 武道社几乎伴随魔舞一起成长 风雨六十年 社员无数 都是魔舞毕业生中的优秀生 这份名单也最为重要 张宇语气宁重道 作为武道社的成员 哪怕毕业后 也还是武道社的成员之一 武道社和校领导 共治学校 并不是空话 一旦当武道社遇到了一些事 比如说校领导贪腐 科科武道社福利 博学武道社权柄 弹劾校领导 等等 这时候 我们可以召集老社员回归 共同裁定 给学校和教育部施压 这也是我们制衡学校领导层的一个底牌 否则 我们一群三四品的学生 凭什么去制衡那些宗师强者 当然 目的不是为了分权 还是希望学校可以做得更好 更为学生谋取福利 魔武武道社成立这么多年 武道社的成员也是学校的学生 他们心向学校 也心向武道社 只要合情合理 证据确准 我们甚至可以进行校领导 换届改选 方平文言拿起名单看了一眼 瞳孔萎缩 十二位宗师 张宇低声道 不到万不得已 不要号召这些老社员回归 你要知道 毕竟都毕业了 有些人进入了军部 有些人进了政府 还有些人自己经商 我们号召回归 这些人会回归的 但是一旦回归之后 也有可能出现一些意外情况 比如 夺权 张宇声音再度压低 魔武不是一所普通的大学 魔武在单药公司 兵器制造公司 都有股份 包括一些尖端的研究所 我们还有自己的单药 兵器生产线 另外还有武道馆 气血池 能源室 以及对外公开和不公开的战法室 包括一些情报 地窟的一些情报 地窟是我们的供敌 但是有时候 大家也会各自保留一些讯息 比如一些能源矿的位置 一些人类强者 在地窟历练出现的位置等等 方平微微点头 大致也算了解到了一些情况 想了想 方平问道 那作为社长 福利待遇如何 张宇无言 周延微微醋眉 不过还是开口道 作为武道社社长 你每个月可以从武道社 领取一百学分的五字 这么少 周延不瞒道 不少了 学校哪边 每个月会给武道社 拨两千万现金 和两千取分 总计八千万 年度会达到十亿 可武道社也要维持日常开支啊 包括组织一些交流赛 活动赛 以及给社员发放福利 还有 一些社员战死 我们也要负责抚恤 学校会出一部分 但是武道社也会额外增加一部分 如今 武道社存留五千万现金 部分单要 包括五千学分 都是社长省下来的 他自己都没有 方平 你要是想多拿点 那就找学校先上吧 这个只能看你自己了 张宇打断了周延的话 方平也不在意他的态度 笑道 这么说来 武道社现在账面上的资金 都是省下来的 张学长 非是我故意挑刺 我觉得与其节流 不如开远 我要是没猜错 你接任的时候 上一届社长 恐怕没给你留存货吧 张宇没有说话 周延抱怨道 社长接任的时候 武道社一穷二白 什么都没有 方平笑了笑 点头道 那是应该的 张宇也不纠结这些 而是问道 你担任社长 接下来有何想法 第一 挣钱 第二 增加福利 第三 增强社员实力 第四 不再局限于武道社 和非武道社学员 魔武的学员 都要变得更强 周延吃笑一声 也不多说 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难 方平现在说得轻松 到时候就知道 事情不是那么容易办的 张宇倒是没说什么 开口道 希望你可以成功 我担任社长期间 的确没有给魔武 带来好的表率 自身境界 也落后了别人一步 这次完成交接 我会去其他地窟历练 希望我回来的时候 可以看到焕然一新的武道社 张宇在初入大三 就进入了四品界 和如今的谢磊相似 然而大三一年过去 还是四品中断 不得不说 的确修炼速度慢了很多 王金阳这些人 其实都是后来超越 张宇四品的时候 这些家伙 都是三品巅峰而已 包括陈文龙也是 一年后 反而是张宇境界最低 武道社社长的位置 可见不是那么好当的 不止张宇 其他各校的武道社社长 其实修炼速度也慢了下来 大家要操心很多事 修炼的时间短了一些 下地窟的时候都少了一些 比起独自一人 带领一个团队强大 其实要难得多 方平笑道 会的 那我预祝学长一路平安 再回来就是无品镜了 进几言 张宇笑了笑 没再多说什么 而是说起了晚上开会的事 今晚两个人就会正式进行交接 武者不拖了 事到如今 方平入主武道社 已成事实 张宇也有心外出历练 越早交接越好 方平也不含糊 开会的事 还是他自己之前提起的 武者 该出头的时候 那就当人不让 吴奎山接任校长一职 也没签让 很快 方平拿着几份文件 离开了武道社 他一走 周延咬着嘴唇 看着神情有些黯然的张宇 轻声道 要不是武道社拖累了你 你不会比任何人弱的 张宇轻轻摇头 是我拖累了魔物才是 一年来 魔物欲加的示威了 魔物强在上一届 强在下一届 唯独没有强在他这一届 不得不说 这是张宇极为遗憾的一件事 那不是你的损认 周延劝我一道 张宇不再说话 站在栏杆边 看着楼下迈不离去的方平 不仅仅是方平 遥望远处 老校长离去 吴校长接任 新时代开启了 希望自己再度归来的时候 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魔物